东北民间乐曲《江河水》是二湖代表性曲目 在二湖演奏家陈家坤与钢琴家蔡明瑞的合奏下 融合中西音乐的特色带来扣人心弦的乐音 任教育国乐系的钢琴家蔡明瑞 以西方乐器融合国乐串起唱世代音乐会 在舞台上都是两位 就是一个钢琴搭配一个国乐器 我觉得这场演出曲目里面也有很多是现代的创作曲目 所以我特别去做一个协调 就是在曲目上面不是完全以传统的一些中国乐曲为主 就是一样有中国乐曲的是有新创的一种想法 或者是有的时候也加入一些西方的一些乐师在里面 那我觉得是一个无国界的一种音乐的状态 我们必须去互相融合这个节奏的律动 就像刚刚我们的排练过程中 可能有一些想法会差一点点 但是因为那个是 对那因为常常传统的一些二虎作品 这个节奏很有弹性 那因为它的弹性所以会特别的扣人心弦 那这个部分就是我们必须跟西洋音乐的乐器 它去沟通 其实就是一种发声的一种方式 就是一种发泄或者是一种传递你一种想法 那呛只是我觉得就是可能要每一个人都很勇敢的做自己坚持的事情 刚好这场音乐会里面独奏家们也刚好有一些不同世代的一些组合 比如说我们的影言人我们的国乐的大家长林玉婷教授 还有曾崔平教授 他也是我们的长辈 那由他们来为我们做音乐会的一些影言 还有曲目的介绍 那独奏家里面 嘉昆老师还有军人老师 然后跟可以说是更年轻一辈的这些独奏家们 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有一种传承的意味在里面 在音乐无国界无极限的今日 音乐家们透过跨界合奏相互交流 传递对音乐的想法 碰撞出中西乐的无限可能 也感动每一位听众 记者林锡慧台北报导